再别说了,问号牌开局,大光头哥的问号牌 对谭轩,哇,这谭轩有点危险了 哦,又一家AQ 三拜特AQ同色,哎哟,谭轩的瑞斯 这手牌要出大事了感觉吧 因为这个底石就感觉是把他三拜特尻尻 这个底石就很大 尻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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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尻� 他现在的牌力就可能是首队,童话连章,玩要不也是比较强的牌啊 也是,不太可能也是AQ吧,那AK其实又很有可能 4Bit啊,还不太知道,大汪头哥有时候也会慢打下AK啊 看看吧,还是得看牌啊,一个正常的3Bit地区 两架AQ互相主导彼此,还剩两张A两张Q 看谁倒霉啊,我觉得大汪头哥这手牌要赢啊 哦,这种牌面吗 说实在的关系很小 安迪我觉得他得偷一枪啊 下个我不偷吗 他不偷就是有点放弃这个地区了 谭轩偷一下 这AQ不打就有点,因为安迪起的3Bit,他再没打他就有点放弃这个地区了 谭轩,反正他就是没有主动性啊,他也没去要这个主动性 哦,三个人全是过 哎呀,这会再偷吗?这会偷不太好偷啊 哦,谭轩,哎呀,谭轩的是,谭轩的排局,谭轩是两张草花啊 这会偷的机会肯定没有翻牌好啊 那谭轩两张草花,谭轩要偷,大汪头哥会靠 这个牌说实在我觉得要发出和和牌要发出和八高相关的牌 概率大一些啊,大汪头哥 看看吧,其实和八高相关的牌,大汪头哥也更好透极啊 哦,谭轩没打 这牌不可能和牌发出草花 除非发,没有攻队啊 除非发出攻队赢,谭轩的草花 这牌和牌我觉得要发出A后Q,这和牌要这么发牌 AQ缝掉,谭轩会尻 谭轩不如自己打,别人打他也要尻,不如自己打 别人还有弃牌的利用 或者他拆个瑞斯 这面拆个瑞斯好吗 拆个瑞斯不好扮演什么强牌啊 你有强牌你应该会自己主动打出来 对吧,这种面 你抄盾啊,是吧 或者A勾啊 或者三条啊,是吧 两对,你应该都会自己打出来 这个牌面啊 这个牌面还是有些湿润的 不太好拆个瑞斯 其实我觉得不太好拆个瑞斯 可以尻一下 拆个瑞斯你不好扮演什么牌啊 而且你前边已经暴露信息了 自己checkcheck两条街 所有的因素我都觉得不太利于 谭轩做check瑞斯 谭轩自己打比较好这种情况 盘轩自己打比较好这种情况 哦,公盾还真的是公盾吗 75,000,75,000,15,000 18,000的底池下75,000 1%底池转3 什么牌转牌 什么牌转牌会架1%底池 什么牌转牌会架1%底池 三条会架 18加15 18万的底池下75 我觉得不太可能是葫芦 我觉得葫芦不会下1%底池转牌 要不他觉得前面人牌太弱 下1%底池 也有可能 前面两个人表现的牌力都挺弱的 其实我觉得还是不太像葫芦 我觉得要是真牌的话是有3 不像葫芦 不像暗三条的葫芦 但也有可能性吧 哦 翻牌前确实他这个CALL有可能是首队的 12万5千 1%底池多一点的下肢 说实在我觉得像偷鸡 我觉得转牌1%底池的下肢不像强牌 我觉得像偷鸡 更像偏像觉得是偷鸡 中3你也3转牌你下1%底池 3也不会转牌下1%底池 按三条就是他觉得前面人太弱了 他下个1%底池 按三条的葫芦 就是偷鸡啊 你看起来是偷鸡啊 下1%底什么牌他会转牌下1%底池吗 对吧 我觉得你就算觉得别人排弱 你转牌的时候 因为你也没有判断那么准确的 你可能也会下个半池 那个转牌1%底池下的有漏洞 什么牌会转牌下1%底池 什么强牌会转牌下1%底池 什么强牌会转牌下1%底池 那个牌还是有点湿润的是吧 有八钩啊有两张草花 他真有牌 他还是会忌惮给别人太便宜的买牌的 3的话转牌也不会下1%底池 所以刚开始我是有点担心有3嘛 但想想转牌3不会下1%底池 按三条是吧 前面说了 他不会给你买牌那么好的赔率啊 像打价值是吧 打价值加给买牌的赔率 他应该也不会下1%底池 那1%底池下的还是有漏洞呢 3 2 10勾勾 3 2没法玩是吧 这怎么玩吧 这个牌吧 会浮雕啊 这没有什么好玩的 哦 KC来了吗 我以为会浮雕啊 我倒了个袋 有点没必要啊 KC 浮雕 浮雕 瘦掉 哎 是这位的86没玩啊 A7起瑞斯 能不能别搞了 打打 回头看一眼啊 是这位起瑞斯 没看清瑞斯 瑞斯 谁是不是瑞斯吧 瑞斯尺度 是吧 倒倒的有点快了 前面牌有点没意思 给我整头像 有点烦道啊 哇 这么湿润的面嘛 好了 还是打一枪看看情况啊 要尻吗 秒的这个牌 你说 这个面很压 他这个牌 底对买上下顺的 好 这个面很湿润 3 其实泡夫老板还是能打的 这里边打一个比较重的猪啊 没打 就是他眼有真牌 不给你牌好的赔率啊 哎呀 运气逆天啊 泡夫老板 运气逆天 会不会打一下盒牌啊 敢不敢拼一枪 有没有那个时候 这风险也挺大 好像打个超 就是满池超池 但是风险有点大啊 因为这个689的相关性还蛮强的 就容易怕有一些两对啊 打个薄价值 不太好说这牌啊 靠和跑的不太好说 看样子 我觉得 跑的概率偏大一点啊 因为大汪头哥前面挺顺的 他现在思维也比较活跃啊 他现在的状态很好 我其实是从状态判断 他会好会跑 我觉得他状态才能跑得掉 99 我一直没看见赛头哥赛特 来一手赛头哥赛特 好是不好呢 有没有7和9 7和9 发出来这个牌容易湿润说是吧 哦 什么意思 直接扔了吗 没人下注 哎呦我太受不了了 有胜率的发出个三发出个五呢 这会变成一对 前口加1位不太好玩说实话 我还是靠一箱 对不中啊 这个注很轻 一万 四万底十下一万 这牌七七会有点 哦那的 算了算了就那什么了 会不会打一箱呢 保护一下对齐 炮佛老板现在显示的牌力不太强 也没有 炮佛老板其实这种牌动作表情多少有点暴露点东西啊 拆一盒拆一盒了我觉得可能 转牌不打其实王哥也没有和牌也没有太好打的机会啊 其实王哥现在不好借助和牌一张K投机啊 他要和这K有关系的牌 他转牌为什么不投机呢 对吧 他为什么要等到和牌再投机 他有张高 所以还有一张牌 他为什么转牌不打 他和牌再打吗 就是理由没有那么的 哦还是要投 我觉得有张高相关的就是转牌也很有可能打 而且其实对齐他有摊牌价值 哦打掉了 哦没打掉 高尔转牌很容易投机的 炮佛老板其实表现出来他弱了也 高尔转牌是个很好的投机的机会 不知道炮佛老板能不能想到这一点啊 在局中能不能想到 哦有可能想到又让一张掩饰卡 有高尔转牌是很有可能性投机的啊 要不输一些什么石沟沟圈 但石沟沟圈比如他有张黑桃他也很有可能投机 哦要跑吗 觉得是石沟沟圈什么这样的牌 哦放掉了 可能觉得是石沟沟圈啊 这也很正常啊 我刚开始有点没想到这样的牌是吧 就是他有一张勾中盾有张勾 他可能那什么可能这样的靠你一枪 转牌过一枪 这样的牌确实有可能靠一枪转牌过一枪 有点上帝视角了 哇稍微有点上帝视角 但我觉得王哥这个偷也不算一个很好的机会的偷机啊 还是有那么点像我说那个点 他也不是那么太合理啊 可能泡沟老板想是吧 你是什么比如什么勾圈石沟什么 尤其是勾圈这种牌啊 泡沟老板可能怕这样的牌啊 不过ACE也有可能是吧 ACE他有可能控持啊 泡沟老板还输ACE A挂小 他就可能怕这个牌面的 其实咱们在结束啊 其实我也在不断的总结自己是吧 看一些高手为什么都会放弃 想他们为什么会放弃 像我前面判断的有点不准确 有点上帝视角 但是其实我也会总结自己啊 是什么还不过 有点点看 洗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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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机 说明确实 咱们在一场场上 打不过我开了吗 开开 我不确定不过什么 不确定是不确定是不确定 我肯定是不确定是不确定 这牌没位置就有点不好办了 王哥一样失败他一下 简单处理就是算了 Follow啊 A8这牌有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你既不好打价值 你又不好抓偷鸡 你知道吗 踢脚小 他又不好打价值 又不好抓偷鸡 他中个8还可以这牌 没位置又很难打是吧 他这个牌性价比特别低 4万怎么样 3万 4万 Cow A8这牌性价比打起来很低 有位置还好一些 没位置 因为有位置你好观察好控持 没位置你不好控持 玩有位置你也更好偷鸡啊 没位置也不好偷鸡 这面8又怕了我 是吧 这牌 这牌应该这枪会重一些啊 其实现在 艾奥腾还不是很怕这个牌面 但再发一张牌就容易很怕 是吧 这一条街可能会打得重一点啊 比如打个什么12万13万 是吧 你要非常求稳你可以过 对方是COA COA有点接近这个牌面 你要非常求稳这条街你可以过 89高这个牌面 打得非常的重啊 89高这个牌面 它也非常接近于 非常接近于COA的范围 89高真的是离COA很近的范围 你有时候怕你可以过 就QQ啊 CALL 瑞斯 瑞斯没有那么好 还来CALL吧 好像是CALL啊 其实有些人99挨在不立位置 拿一种对的做三拜特 是吧 其实最好的位置 他做起三拜特起来 也不算很好 是吧 比如66面的COA 第一关第二关的位置 99比66说实在强点有限啊 你说在不立位置 好多人99 他不立位置做三拜特 还对多人三拜特 你说好不好 没位置会降低你的牌力 你知道吗 有位置会加强你的牌力 埃尔腾运气不错啊 埃尔腾觉得不太好打价值吧 藏一手 哇 这个牌发的 埃尔腾看着有点闹心 不过上帝视角 咱们知道 安迪会支付一条钱 因为这二三不太容易中二三是吧 靠 这牌很难跑 真的很难跑 别人吓唬你你就跑了 说不通了 我又不是下大的 对于好的牌手 你说不通 这张五多少三条 可以我看见他有点闹心 你知道吗 他和二三有关系 你看他过了点 有点闹心 你知道吗 因为别人接你的范围 有可能是什么 四六啊 A四啊 是吧 有这样的范围的 发了一张和二三相关的牌 埃尔腾有点怕 还有一点是埃尔腾踢脚小 66check很舒服 很舒服 没必要打 我要打吗 打点二三的价值 没有必要啊 别人有可能有Q 有可能比你好的队 是8899的 有可能的 而且他这个瑞斯 有容易被别人偷鸡 要真的别人放弃底时了 看你下个三万五 他觉得你排不强 他反而来偷你 你这个柱 还是有些可能性 就是别人回来偷你的 这没有必要气 打的 说实在度 我觉得艾尔腾这个行为 有点没必要 有点多少 有点找爸爸的行为 踢脚小 踢脚太小了 久的踢脚 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一些比你好的Q 有可能是一些暗三条的葫芦 还是有一些风险的 包括有可能有顺的 什么46A4 是吧 他46同色进来 A4同色进来 有可能的是吧 比如他A4红桃 转牌 就是这个牌的风险性很大 但是也有可能是他独牌 他独牌独得非常的准 我不觉得这种牌 你能独得非常的准 对方就是比你小的Q 对方就不是顺的 就不是暗三条的葫芦 三人抵士 是吧 又不是A4红桃这样的牌 就是一些牌 包括A4杂色是吧 46同色 就是我觉得这手牌很难读准 但是IOTAN 有可能吧 高手有可能能读到吧 就是不是在我的 能如果能读准的话 就读的不说完全准 读的比较准 读个七八成的概率 能读到的话 我觉得是一种感觉吧 他看他吓得轻 觉得他牌不强 我觉得风险真的很大 还要分这个瑞士 其实整体而言有点 也很有可能是找爸爸的行为 打到这个价值了 我这逻辑有点解释不通 你知道吗 多少有点 多解释两句吧 Andy那合牌那个下注也没有必要 打什么牌的价值 是因为IOTAN下5万 他下个超时他下注 他超时本来就是范围极段化 是吧 你队6还去打架 他拿个队2队3下5万吗 是吧 那不有毛病吗 也不能说有毛病 很少有人去这种找爸爸吗 那不是吗 大概率要4BIT不立位置慢打KK不太好 这种情况 而且你靠进去有可能是多人抵持 多人抵持 不立位置 打KK肯定不好 你懂 Z4A6 4,4,A,A,Go 不知道 稍微偏向点缩牌 A勾这牌也是 它有位置 但是翻牌后它不好处理 这手牌也是 但比前面的A8什么的 要好很多 好一些吧 毕竟这面对的是4Bit 你也不好说好很多 然后面对的4Bit 缩掉好一点 7-8 Cow一下 埋伏他一下 刚才那么打你 这口气能咽一下 3Bit没必要吧 埋伏他就行 这牌埋伏起来很舒服 3Bit吗 3Bit千好加1位 不过上帝是有 谭轩10-10 谭轩其实 他这个10-10 这时候4Bit 其实他就有点 不一定相信安迪 也有可能这种情况 我觉得谭轩会放这手牌 这手牌有点情况 有点复杂了 就稍微有点特殊 这里边安迪多少有点上头 你知道吧 他针对啊 还有他 那7-8同色 就这么排 3Bit一架 其实我排 谭轩思考的越久 越帮助埋伏他 埋伏他可以轻松的 他也不好说 他A6同色 谭轩Cow他Cow一下也行 谭轩有可能4Bit刀吧 他问问安迪有多少筹码 但是埋伏他太多了 谭轩这里边不好 凹链是吧 你要凹链后边 埋伏他是强牌怎么办 埋伏他在枪口加一位 埋伏他有可能是强牌的 4Bit吗 4Bit我觉得这里边多少有点怀疑 安迪不知道会不会尻啊 安迪这牌也是能尻的 Easy 4 埋伏他 埋伏他这里边5Bit回去吗 我觉得尻不是太好 尻肯定是没有必要尻的 应该是会封掉 会打一下吗 7-8打大底时也不好 结构牌就是便宜进去 一小不大的 要拼一枪吗 7-8 前面好像7-8 我真的要拼一枪 不理智了 前面有一手的7-8拼进去 谭轩是队A 他中个7的顶队 还8的顶队 两人打光了 这7-8不太理智了 这正常而言 谭轩打一下会拿下这个底时 不过这对时也是不好处理 是吧 我也前面说过这一点 99-10拼后的牌 你这么做 打一个大底时 你不好处理 这牌就是这样 谭轩打一枪 很有可能拿下来 如果谭轩打一枪 没拿下来 这牌安迪 也有不小的概率赢下来了 发展草花的话 我觉得安迪会必拿下来 下个轻点的柱 轻点的柱不太好说 好考一下 这牌全部不好说了 这牌不好说了 说实在的 哎呦真的发展草花 安迪要赢啊 这牌安迪要赢啊 靠一枪发个草花 安迪要赢啊 谭轩缩哈吧 他筹码不多 可以缩哈 四拜特线 超级大牌 AQ什么的 有可能打跑 打跑一张 AQ说实在不好打跑 谭轩不好打跑 到这个份上了 我觉得不太 哎呦 十万吗 很像价值下注 很像把你圈进来 没办法了 哦 疯掉了吗 实在还真要安迪 赢下来了 不好打 但是我希望谭轩赢 谭轩转牌打的 有点太那什么了吧 你要不凹链是吧 那下十万别人一打回来 你负牌 是吧 你凹链就算你落后 你还就 你还有两条十的出路 是吧 最后底时赔了也没算 谭轩应该两张牌嘛 有4%5%的胜利 这手牌谭轩 我觉得打的 他对方那个筹码 他翻牌就可以熬领的 你知道吗 他翻牌能熬领的 反正我觉得上手牌 谭轩打的很 不太好 不是很好 他面对一个短筹码 他好处理的 你知道吗 他面对一个深筹码 他不好处理 这对九对十对钩 都容易不立位置 你三败他 就像谭轩似的 翻牌后 他不好处理 一对打大底时 他不好处理 得对九打 A九打走了 这边的 参加了 参加了 这边的 哦 哦, man, 10...